好几部轿车开了过来 把路边车辆团团包围 接着车上八名二煞 统统拿着棍棒下车 接着就对路边这些车辆疯狂乱砸 整个挡风玻璃都被砸碎 手段凶狠 前后玻璃和两侧的车窗都不放过 直到工地里面的人冲出来 他们才赶紧落跑 其中一名二煞还差一点上不了车 夸张场面就发生在桃园春日路 和中山东路一带 原来这些杂车二煞 统统都是天道蒙太阳会成员 他们锁定桃园一带的工程单位 声称要向他们收取为市费用 只要遇上不愿意配合的厂商 就会开车挡住工地出入口 甚至杂车闹事 2018年开始多次在桃园 以相同手法犯案 当地多间业者受害 除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相关人等逮捕归案外 并逐一清查是否涉及 侠内部罚案件 加强减速不良邦派分子 经过持续追查 桃园市刑大掌握 包含陈姓祖贤在内 一共八名嫌犯 在13号将他们通通逮捕到案 只是无毒有误 同样是天道蒙政议会 一名夜姓男子贩毒时 和多人发生毒品交易纠纷 竟然持电击棒 把人压走林虐 警方同样在13号收网逮人 作案工具通通被查获 涉案的五个人 在平证区狼狈落网犯下恐吓取材 妨害自由伤害以及毁损等等 一共五项罪名被移送法办 黑帮在桃园为非作歹 如今通通落网 只能在牢里过年